四年是一個很長的承諾 我說我早就承諾你 我這一四年如果我當選 我一定會做到一百分 我都沒有想過 06年要組織公共黨 今天要以公民黨斗杯的身份再次參選 是 四年前我都沒有想過 今天要再站在這裏 以公民黨黨杯的身份再次參選 今年抽得很辛苦嗎 不是因為這一班人抽得很辛苦 而是最大的傷害就是今次的選舉 明明是為了民主來選舉 但是你發現在這個論壇上 攻擊得公民黨最厲害的是民主 致命是民主派的人 這個是我覺得最傷心的事 我可以和大家講 我們公民黨的黨綱 我們的宣言寫得很清楚 我們認為每一個香港人 都有一個歷史的任命 或者歷史的使命 就是歷史的背景 就是一國兩制 我們的任務 就是在這個基本法的規定之下 去建立一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社會 我們是為我們的理想去參選 不是為了一個議席去參選 我若未從事 從來都是堅持到底 我亦都不會因為擔心這個選情 而有特別的事會做 我會管我們公民黨的立場 我們從來在論壇 不攻擊其他的民主派 我們同樣和其他的民主派一樣 我們經歷過23條 經歷過每次七一的遊行 經歷過反釋法 我們經歷過去突破特首的小圈主選舉 要有一個競爭的選舉 我們每一次在立法會投票 從來都是站在市民那邊投票 無論今次的選舉 我們有幾多公民黨的黨員選入去立法會 我們一樣會秉承這個做法 我們會和其他的民主派人士一起合作 我們不會攻擊其他民主派的人士 即使是多困難 但是我們亦都呼籲市民 給我們一個機會 我們公民黨 我相信我們是一個有希望有前途 有遠觀的一個民主派的政黨 將你9月7號的票 堅定你們的心 放在你認為最值得你支持的候選人身上 公民黨的團隊 每一區都有一條 不多就是一條 在這裏就呼籲 所有香港登記了的選民 哪一區都好 支持我們公民黨 使得我們在立法會 可以繼續我們的工作 繼續我們為公為民的精神 繼續我們公道自在民心 這個原心 和市民一起完成 和參與我們歷史的知識 二十多的是 违光违民 義士忠民黨 违光违民 義士忠民黨 秉靖违民 義士忠民黨 违光违民